又是外出的一天,我们背上行囊出发啦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烟台著名的旅游景点 羊马岛 两个家庭,四个孩子 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把车停好之后,我们边去海边踩点 羊马岛不错呀 我们找到了一个视野比较好的地方 一片青草地 先知打起帐篷 整个夏天,这个帐篷可为我们家出了不少的力 孩子们来到海边,一起打水漂 小雅的世界,每一块石头都是神奇的 海面平静的像一面镜子 蓝天白云,景色一人 海水慢慢退去,赶海的人越来越多 爬石头的乐趣一定要在这里过过瘾 我们也来赶海了 看,海粒子 你知道这个爬洞的是什么吗 对,就是海螺 孩子们还抓到了很多的小螃蟹 鲜活的海螺,刚开始的时候,拿着还有点害怕 抓得多了,也就没那么害怕了 看,有这么多 抓了两个小时,太累了 我们回到了根据地 镜头下的日子,总是那么岁月静好 好了,我们要换一个地方了 出发 出发 这是羊马岛附近的龙湖公园 这里有很多小孩子玩的设施 有很多很多的孩子 看他们玩的多重力呀 孩子的世界总是这样的简单 有快乐 孩子的世界总是这样的简单 有快乐 我们也该回家了 看这一路的夕阳多漂亮呀 旅途的景色很美 回家的感觉也很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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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